我们宁愿看到欧洲央行的政策出现褪色 这可能会是第一个上升信号 安德斯·易克洛夫来自于瑞典银行 欧元美元货币对交易看起来十分的关注 本周公布的德国ZW调查数据 普遍预期数据会从上个月的基础上下降 表现出了市场缺少乐观情绪 安德斯你对于该货币对的短期内的走势有怎样的看法呢 你认为该数据会成为推动力吗 我们在周五得到了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显然这给市场带来了一些预期 认为美联储在11月份的会议上并不会进行加息 我认为在这个星期并没有太多的重大的宏观经济的数据发布 所以说欧元美元可能会更多的出现横盘调整 我们更加的倾向于抛售 然后等待12月份的加息的结果 这可能会是欧元美元短期或者是中期的主要推动力 英镑暴跌是上周主要的动态 以前分析师认为强硬脱欧可能会让欧元继续下跌 你对于欧元美元六个月的走势有怎样的预期呢 我们认为由于受到相关的货币政策的影响 欧元美元将会走低 主要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英国退欧问题给欧元带来重大的连锁反应 而在明年 将会有着一系列的重要的政治事件 英国和德国的经济的疲软可能会对欧元的增长 带来消极的影响 德国十分的依赖对英国进行商品出售 而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整体上从目前来看的话 英国并没有给欧元区的经济带来太多的影响 你得12个月的预测是接近平价 你预计在未来12个月中 什么将会成为该货币队主要推动力呢 在我看来美联储至少还会在12月份进行加息 市场可能会在未来的6到9个月中 继续地保持着加息的预期 我认为这个因素会让欧元美元来到接近1.06的价位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预测会出现平价 在未来的9到12个月当中 我们预期价格会在平价以上 而我们宁愿看到欧洲央行的政策在明年 上半年出现褪色 我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但是这可能是欧元美元货币队的第一个上升信号 但是在未来6到12个月里 我们预计欧元美元会位于比现在更低的位置 在价格向另外一个方向移动之前 好的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